恭喜你和你三票胜出 说明了欧洲总统统统 大家好 我是欧洲赛区的第一名何杰明 我家有五口人 我爸妈两个哥哥还有我 我是弟弟 那我专门给他们取了一个中文名字 我爸爸的荷兰语名字叫李文 所以我叫他李文 我妈妈他叫安娅 所以我叫他安妮 那至于我两个哥哥 由于他们的荷兰语名字太长 所以我就简单的叫他们 Ban Kudan 就是中文里的笨蛋 每次我在家里叫他们 李文 安妮笨蛋的时候 我觉得很奇妙 我感觉我们家就像一个中国家庭一样 在比利时呢 也有海边 但是没有这个很大的石头 都是沙子 所以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来到这里也可以享受一下一个不一样的海滩 所以我觉得来到这里很开心 我是一个富有好奇心的人 本来就对语言感兴趣 机缘巧合的碰到这门语言 所以我就想挑战一下 想学一下 然后一直都学习 来到中国有很多我喜欢的时刻 在好听书院 穿的那个服装 我觉得也很特别 好像回到了宋朝一样 所以我特别喜欢那一时刻 我觉得我自己特别的幸运 很幸福 因为就可以见到那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们 所以呢 我去年就决定了参加汉语教 在比利时我拿到了这个第一名 我知道戴鲁克 因为他是那个奥主嘛 看了他很多的视频 他也给我很多灵感去学习中文 就是给我一些动力 我特别期待跟他见面 他已经拿到了全球第一名 然后我的教授 他们是根特大学的 他们也让我参加汉语教 我一定要全力以赴 拿到全球第一名 好